讨厌有家超商在盘点的时候 店员发现某一种啤酒老是短少 调阅监视器之后找到了原因 原来是这个男子每次假装买报纸 他把这个啤酒藏在报纸里面 而且每次他只偷一瓶 警方抓到他时发现他也不是没钱 他只是觉得偷来的比较好喝 穿黑衣的男子鬼鬼祟祟在饮料区徘徊 突然伸出右手拿了一罐啤酒 直接塞到报纸里 在若无其事的转身离开 他都很自然的直接走到那个啤酒的专区那边 这名啤酒男把超市冰箱当作自己家的 拿了一罐啤酒塞到外套里面 一派轻松的走出超市 男子时髓之位 隔了一天又再度进一道超市 一样直接走到冰箱再拿了一罐 这次若无其事想要离开 却被埋伏店员当场南下 桃园这家超市半个月来盘点时 总是少一罐啤酒 还是同品牌的啤酒 让店员觉得相当纳闷 警方追问之下 男子坦诚不是没钱买酒喝 只是想喝免钱的酒 这理由让店家和警方都觉得很夸张 最后将男子一切到最前移送法办 记者简正风 廖云群 桃园报道